哇 Amazing 這邊就是富士山 那這條路線呢 全長大概200多公里 爬升4000多公尺 在這裡騎第一件事 要先習慣 騎左邊 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人梁澤瑞 我們身後呢 也就來到了武藏野資深公園 這邊真的是非常有紀念價值啊 在2020年的東京奧運 自行車的項目呢 就是從這裡出發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這邊也就是當時候比賽啊 為了留下紀念 在後面所建造的一個小小的造景 那這條路線呢 全長大概200多公里 爬升4000多公尺 是一條非常非常具有難度的路線 大家想一下 這個路線要爬超過一座武嶺 200多公里才會到終點 你可以想像這個 玩賽率是多低的一條難度路線 今天呢我們就來朝聖一下 在這條路線當中 幾個比較特色的景點 可以看到後面的小造景啊 我們待會從這邊出發之後 沿途會經過一些比較特色的神色之外 最後呢也會經過富士山 然後抵達終點 所以這條路線呢 可以說是非常有紀念價值之外 也非常具有挑戰 OK 那今天影片 就帶大家稍微認識一下這條路線 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就出發吧 這就是當時候東京奧運 選手的騎乘路線耶 對啊 在這裡騎乘的感覺也太棒了吧 哇哦 好不真實喔 天啊 前面已經可以看到那個 歡迎的那個標誌了 Welcome to Sakamihara 沒錯 要上去喔 像魔原寺 哇賽 太漂亮了吧 欸這這裡騎車很爽耶 開闊的感覺 開闊的感覺 這段路線真的很舒服耶 我們剛剛這樣騎過來 超級多的地方真的是 好有那種日本鄉村的氣味 沿路騎過來就看蠻多人在騎 對阿 這條路線其實也是他們 蠻著名的一條騎車路線 其實它在東京奧運之前 就已經是一條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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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車友會 很喜歡來這邊練車的一條路 我覺得 來這裡騎第一件事 要先習慣 騎左邊 超級不習慣 因為是左駕的關係 他們 路線也跟我們相反 對啊 所以騎乘起來 其實就 感覺好像自己一直騎在 逆向的那條路上 而且沿途其實 除了剛剛的腳踏車 還有超多重機的 也是來這條 就是巡航這樣 真的是很棒 喔 真的好日本喔 廢話 我們現在就在日本阿 很不真實 妹 好誇張喔 你就會一直睡醒 你就會覺得 我車哪 可是日本 這種畫面都是那個 我們在那種 黃金傳說 那種到鄉下住一晚 才會看到的畫面耶 我其實 幾乎是從來沒有在 就是這種 鄉村道路 騎腳踏車 應該說我完全沒有在日本騎腳踏車的經驗 對啊 但來鄉村也算是 比較少見的阿 以往都在市區的地方 你可能來很多次日本也都只是在逛街阿 也不會來看這種地方阿 這邊就很漂亮 太美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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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on Follow on 哇 這一段 名神 不知道怎麼念的路 這段最大坡杜鑑有18% 他的字很特別耶 一個名神然後山上下 你說山上下 霞吧 名神 神奈川線到了 YES 看起來是到頂了喔 因為已經沒有更高的路了 哇 右邊好漂亮喔 上面的山都已經是一片蟒草的顏色 哇 很美耶 看到河 這邊應該山中湖 看到山中湖了 哇 厲害 這裡太漂亮了吧 我們剛剛騎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沿路就已經一直看得到蟒草之外 前面是山中湖耶 轉過來轉過來 這個風景 我們剛剛在下坡的時候 終於終於 因為一整段的上坡其實有點累 有沒有看到他那個汗 這邊海拔已經1200了耶 其實高度已經蠻高 而且溫度 也不是說很熱 大概只有 應該20度左右 但可能是我們穿的外套啦 所以 有點流汗 但是 看到後面的風景 一切都值得了 我們等一下 就 喔 我看到富士山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除了山中湖之外 最上面那邊 有沒有看到太陽下方 隱隱約約 不是很明顯 那邊就是富士山 很可惜啊 今天因為 可能是雨比較多的關係 沒有看到富士山很乾淨的全景 但看起來其實已經有點輪廓了 但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準備繼續下滑 山中湖那邊 還有超多很漂亮的美景 我們今天這影片會不會很無聊 就是一路都在讚嘆 然後大家都想說 我覺得可以平常進一點 大家都想說 你們到底來這邊是在幹嘛 一直在包這條路線 對啊 沒有但真的這麼漂亮 對啊 有點沒辦法 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我们已经骑了一段时间的三中湖 然后我们等下 因为已经接近午餐时间 我们等下就到前面的Lawson 稍微吃一下 这边的随便便利商店都很厉害 因为就是很喜欢吃那些有没有的那种鲜石 没错 而且这边的便利商店真的选择超多的 真的是骑乘起来 这个舒服的美景 配上随便一间便利商店 真的都是 可是我们最近这几天在那边收行李 还要装车子 然后骑车 骑那么多路线 你看看怎么都轻手 虽然说几天没睡 睡比较少是有差 但路线太美了 重点是因为我最近都有喝 来自美国的櫻桃王King Orchers 天然补给 钢柱恢复 促进代谢 一夜好眠 美国櫻桃王King Orchers 把整座果园装进瓶子里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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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的這種溫度 爬坡都不會覺得太冷 不是,爬坡都不會覺得太熱,因為很涼 是是是 OK,我們就一路下滑 往賽車場方向前進 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路口很大耶 終於到我們今天的終點 東京奧運路線 Bugii Speedway 哇,這路線真的騎很久耶 我們剛剛一路上這樣繞了那麼多地方 終於來到了那時候他們的終點 哇,太漂亮了 能完成,真的是鬼神 Yay,我們已經來到了終點 這邊也就是當時候 東京奧運 最後終點在 就是 好,我們再重新講一次 剛剛那邊的聲音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剛剛在那邊呢 也就是Fuji Speedway的一個 算是看起來是小場地 但是我們剛剛來這邊的重點 其實是因為東京奧運的公路車 賽事的最後最後是在這裡面完成的 所以我們特地來這邊朝聖一下 其實剛好現在下面還有比賽在進行 應該不算比賽,可能就是練習 但真的是 現場看那個賽車的速度感 非常有震撼力 但剛剛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算是可能是 會外賽吧 就是甩尾的比賽 日本8加9啦 我都不好意思講 但其實日本8加9 是比較得到寬容的 就是他們還給它場地 在那邊真的跑那種 甩來甩去的那種很潮的 好地方可以發洩也不太好 而且改車改到爆掉 對 但重點這個不是我們這一次來的目的 我們這次來的目的其實就是來朝聖 最後最後他們已經繞了200多公里 爬升4000公尺後 還要回到這個Fuji Speedway 就是這個賽車場 其實真的是非常感動 尤其那時候看到很多 就是前三名的選手 在最後在這邊還那種 還沒有拼出勝負 然後再蓄勢再發看誰先衝 然後又跟著衝那個時候 印象深刻啊 真的真的 但整體來講 今天這條東京奧運的路線 我覺得 不一定要真的像選手這樣騎完全程 像我們今天也是 針對一些比較特色的景點 然後去做一些體驗跟騎乘 其實途中有非常多 比較特色的景點 像山中湖啊 像是比較前面 有一些很鄉村 那種來去鄉村住一晚的路線 其實整體騎起來 真的是非常舒服 而且海拔 從最一開始可能兩三百 到最高我們剛剛騎到1000多 現在這邊又回到500 那整體氣溫啊 以現在9月底來說 其實真的騎起來非常舒適 對 因為假如你有時間的話 其實騎那樣的路線 在這麼高的海拔 還有這麼平面的路線 其實騎起來真的是非常舒服 而且沿途其實 我們剛剛騎的那些景點 都有滿多 就是當地的一些觀光特產 就是比較特色的食物 都有一些小店在那邊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滿具有大家可以來這邊觀光 然後騎車的一條 還滿不錯的選擇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 我們來朝聖 就是東京奧運公路車的 這條賽事路線的影片啊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日本系列的影片 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們留言 更多你的看法喔 我是你的家人楊哲睿 我是節目馮麗索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天然補給 當助恢復 促進代謝 一夜好眠 美國櫻桃王King Ocher 把整座果園裝進瓶子裡 源自美國櫻桃王King Ocher 天然補給 當助恢復 促進代謝 一夜好眠 美國櫻桃王King Ocher 把整座果園裝進瓶子裡 我們現在來到了Cycling Sports Center 也就是在靜岡縣這邊的一個 東京奧運2020年的自轉車 就是它裡面這個競輪比賽的比賽會場 所以這個比賽場地呢 是在去年舉辦市內的這個繞圈賽案 那剛好前幾個禮拜 我去物理治療的時候 遇到黃鐵 他也有跟我分享 他前陣子其實在這邊訓練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到這邊 第一次來參觀這個市內 這種場地 真的是非常震撼 我們來參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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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